大家好,欢迎来到电影小妹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蚯蚓》 影片于2017年上映由影学烈之道 一个女孩在雨夜自杀,身体上还有伤疤 门外是她的父亲 她的父亲一名残疾人 女儿是她唯一的亲人 故事要回到一年前 住在江华岛,女儿与父亲相依为命 因为唱歌的天赋 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考到了首尔的一所艺术学校 也因此父女俩搬到了这个陌生的地方 从此噩梦开始 在学校中遇到了欺骗感情的学长 也遇到了那些瞧不起她 依仗着自己家里有一些社会地位 而对她百般侮辱的女同学 就此引来校园暴力 因为势力的弱角一步一步地被欺负 反抗无门又断遭到更加残酷的回击 女主终究忍受不了内心的压抑选择自杀 原以为女儿对自杀的真相公布于众 就可以换来施暴者的应有惩罚 可是没有 她的父亲找学校和警察局没有一个结果 父亲原述为查明事情的真相 在社会各界深渊 但这个社会不理会弱者的身影 女主父亲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从一个受害者的身份转向了犯罪者 当父亲报案说里无门只能自己来惩罚伤害女儿的这帮人渣 父亲的报复是影片的描写 好像是一种对观看者的交代 最为现实的社会现象压榨着这对蚯蚓妇女 压抑和揪心程度一般人接受不来 底层市民在面对权力欺压下只有死亡 订阅丁小妹真正了解电影 我们下期再见 默默哒